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抬上一分钟 抬下十年功 蔡兴娟的成名史与她苦涩的童年经历息息相关 1966年的台南 一户音乐世家喜天兼金 她就是蔡兴娟 受父母的影响 蔡兴娟从小就精通阅历 已因此练就了一幅天籁之音的好桑子 父亲中的万幸 父亲只教会了女儿怎么唱歌 但是没教会他怎么赌博 因为父亲的频繁赌博 导致蔡家债态高筑 为了躲避债主讨债 蔡家经常搬家成为一种常态 童年时期的蔡兴娟跟着爸爸一起 过着一种躲猫猫的生活 因为童年时居无定所的经历 蔡兴娟从小到大一直极度缺乏安全感 别人家的孩子想的是成名要趁早 蔡家的孩子想的是赚钱要趁早 于是蔡兴娟六岁那年就登上了舞台 虽然作为刚刚出道的小童星 她赚的钱并不多 但是赚个盒饭钱还是有的 梅怀相自苦寒来 宝剑锋从魔力出 1975年 蔡兴娟以一首王昭君在台南七线歌唱大赛上奉空出世 纪念全场 演唱者正是年轻九岁的蔡兴娟 机会都是给有实力的人准备的 五年后 蔡兴娟的好声音被台湾音乐人黄仁钦看中 将其招揽至新生唱片公司做歌手 于是 14岁的蔡兴娟就拥有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东方云雀蔡兴娟 当时很多人都抱着好奇心去买这张专辑 一个14岁的女孩子 凭啥口气那么大 将自己的声音比作云雀之音 结果可想而知 凭借这张专辑中的夏之旅 蔡兴娟以炮而红 丽娟当时凭借就是溜溜的她走红的凤飞飞 霸占综艺一百金曲榜 冠军长达半年之久 当年 天津文一广播曾经这样描述她的声音 甜美清新的歌喉与她的外形相得一张 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如同空谷幽兰一般难得 正因为下游新生 凭借歌声打开心图的蔡兴娟 也获得了影视圈向她投来的邀请函 1982年 16岁的蔡兴娟出演了自己的大荧幕处女作《男女合班》 并且为影片主题曲《我们曾在一起》一盏歌喉 在此之后 台湾影视圈里的金曲主题歌 几乎全部由蔡兴娟包揽怀中 80-90年代的台湾影视金曲榜 蔡兴娟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 如果说1983年的《信心至我心》 让她红遍两岸三地 那么之后的《问心》则成为她的丰厚之作 90年代 群瑶带着她的梅花三弄 纵横内地影视圈的时候 对蔡兴娟的歌声也是赞赏有加的 因此才把水云间中的《我心遗许》 拜托她来演绎 蔡兴娟事业巅峰期总共出了30多张专辑 每一张的销量都让业内太问观止 1995年邓丽君不幸离失 为了向周围歌坛天后致敬 蔡兴娟也参加了追悼晚会 并且演唱了邓丽君的经典歌曲 凭借几乎还原原生的嗓音 蔡兴娟也被媒体评价为小邓丽君 然而再美的嗓音 也换不来情场上的一帆风顺 上天赐给了蔡兴娟名颗利 却让她用情怒坎坷来交换 女人事业搞得再好 也不如嫁得好来得实在 蔡兴娟凭借一己之力 帮爸爸还清了赌债之后 她开始考虑嫁夫生子这件大事了 因为儿时太过贫困的生活 和不幸的经历 让她希望可以通过婚姻 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用再那么辛苦打拼 可以让自己的下一代 无忧无虑地长大 不要再步自己的后尘 于是很快 她受到一位服装商人的垂青 两人随即走到一起 就在蔡兴娟满心欢喜 期待可以进入自己的婚姻生活时 对方却转头娶了别人 这件事给了蔡兴娟很大打击 让她一度对感情失去信心 正当蔡兴娟因为失恋 备受打击之时 她的真命天子却悄然出现了 某一次蔡兴娟受邀 来到内地演出 机缘巧合之下 认识了台湾综艺节目制作人谢孔中 由于蔡兴娟对内地并不熟悉 录持的她 因为买不到安徽到长沙的机票犯难之际 谢孔中帮她解决了这个小麻烦 彼此眼神相对之时 暧昧的情愫如同星星之火 刻意燎原一般 一发不可收拾 在谢孔中的眼中 蔡兴娟虽然是一个成熟女子的外形 内心却跟一个小孩子一样 天真单纯 举谢孔中回忆 两人交往的细节 某一次 她陪同蔡兴娟去一家酒店 找一个马来西亚音乐制作人坛合作 当时时半夜时分 她将挤送到楼下 目送她上楼之后 就在车里等她 越等越觉得不对劲 她突然意识到 如果这个时候有狗仔跟拍赛行军 无男寡女共处一室 她不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吗 也是在那个时候 谢孔中才发觉 这个女人单纯的像一个傻子一样 因为只有傻子才没有放人之心 从那个时候起 谢孔中发誓 一定要娶她为妻 保护她一生一世 不让任何人欺负她 2003年 谢孔中迎娶了蔡兴娟 两人婚后生下一女 最初的那几年 围城里的生活还算相处和谐 但是再美好的婚姻 也经不起世俗的消磨 由于谢孔中忙于工作 并且把事业重心 集中在了更具发展潜力的内地 夫妻二人聚少离多 蔡兴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 一边带孩子 一边搞事业 对于蔡兴娟来说 这段丧偶式的婚姻 未同绝辣 再也没有意义了 感情走到地老天荒最动人 若是走到可有可无之时 那就是一把无印刀 绝情卷的锋刃 伤人了 后来蔡兴娟与谢孔中 和平地结束了这段婚姻 离婚后的蔡兴娟 在几年后 与王文瑶传出了绯闻 一时激起千层浪 因为王文瑶并非泛泛之辈 她可是台塑集团董事长 王永在的二方张子 老爷子听闻此事 如莫门楣 怒气攻心之下 将其禁足在家中 打入了冷宫 据相关媒体爆料 他们拍到蔡兴娟与王文瑶 在情人节前夕 连续十天之内 见了三次面 每一次都是长达几个小时左右 期间蔡兴娟还穿着拖鞋 出入房门 人色紧张 小心翼翼的样子 难道是我们媒体看错了 我们可是有图为症的 关于这一点 人家前夫也是有过求证的 据谢孔中回应媒体称 她从内地回台之后 港下飞机就收到这么大的礼物 让她深感震撼 因为越看越生气 也曾打电话问询过前期 搞出这么大的事 我女儿怎么办 不过蔡兴娟则回应 我又没有搞事情 见面的时候也不是孤男寡女 身边还有工作人员 大家在谈工作 了解了前言后果之后 谢孔中转身就对媒体开火 不要看读书画好吗 因为离婚之后 她的心情一直不好 经常找朋友谈事情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 女人还小 妈妈搞出这么大的绯闻 孩子以后怎么办 夫妻 夫子之心 已然照人若揭了 若非究竟难了 又怎么会这么在意呢 据悉 谢孔中跟蔡兴娟 虽然扯了离婚症 但是两人依旧 以朋友的身份来往 这样藕断思恋的感情 或许更适合他们吧 也许换一种方式 感情才能天长地久 守护的方式 不是只有身陷围城才能做到 若是真爱 又何惧市井流言的考验 而王文尧及蔡兴娟 二人自优惠曝光后 但也有传言说 二人没多久就见光死 当年还是南亚科 资深副总的王文尧 但后来自从绯闻曝光后 就再未传出其他绯闻 似乎已逐渐摆 拖风流DNA魔咒 后来王文尧不但接掌 伤害太速橡胶总经理一职 近年还传出 豪杂37亿与普真建设 一起买下 庆程浮华大楼产权 而作为世界女主角的蔡兴娟 虽然近年来 已淡出荧光幕 渐少公开露面 不过还是受一群铁粉拥戴 每年三月都会固定 帮她举办生日会 因此在她的社交平台 粉丝专业中 时常po出 她带着女儿跟闺蜜 到处旅游的照片 蔡兴娟洗剑奸化后的日子 看起来十分惬意 据相关媒体报道 尽管蔡兴娟表面上 看似近乎无工作 但在2015年 她近大手笔 花三亿多元 卖下安和路 敦化南路口的 袁大博越 从新殿山区 搬进豪宅 借过去 不论去哪里 都自驾了蔡兴娟 如今还聘了司机借送 司机每天帮忙 载女儿借友人 看来蔡兴娟里才有到 过着比以前 更加优渥的贵妇生活 后来还有媒体直击 穿着一身轻便的蔡兴娟 送贵妇友人 离开豪宅住处 蔡的司机 开了一辆 Toyota休旅车 再有人离开 才刚送完友人 回来没多久 司机就又换了一辆 BMW轿车出门 远赴山区贵族学校 接蔡的女儿回家 晚间蔡兴娟带女儿出门 她穿着黑色大衣 手拿包文体包 打扮贵妻 虽然一脸素颜 但身材保养得已 看不出来已经五十多岁了 司机在母女俩 到中小东路的 征仙回转寿司用餐 两人还手牵手 走进餐厅 相当吻心 虽然蔡兴娟 曾经宏记一时 但或许已离开歌坛多年 当天走在喧闹的东区街头 竟没有任何人认出她 两人自在地吃完饭 又一起看牙医后再回家 接下明星光环的蔡兴娟 现在的生活更显平淡富足 也许对她来说 女儿才是不变的生活中心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